歡迎收看 媽媽好生 對 媽媽 我不要 媽媽 我不要 我就整個爆炸 又不是我叫她衝動大聲的 然後 你有本事生那麼多 你就不要喊累 真的是秒爆炸 妳把自己搞得很急 霧面能量 已經算是霧面 就會有一些狀況會發生 假裝線總大 妳頭往前不要怨 妳的壓力鍋已經在那個邊緣 準備要火山爆發了 真的 追求完美壓力大 誰會引爆臨界點 今天節目邀請到六位好生媽媽 分享情緒爆炸的失控行徑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是壓垮媽媽的最後一根稻草 精采內容早上開始 怎麼了 怎麼了 科技拉出來了 我們是要聊泰山這個隊 不是 不是嗎 今天我們要講 聊媽媽的壓力 妳在家抒壓都這樣嗎 不會 我在家很濃弱 妳是不是根本不敢跟你老公 發出來了 你幹嘛我休息室的牙齒來講 對 我不敢跟我老公發不要說 我只好哭 真的喔 哭也是一種壓力的 對啦 哭也是一種抒壓的方法 對 壓力的釋放 因為我記得我小孩小的時候 那時候我老婆有一點點產後憂鬱 我們這一輩子只有那麼一次 其實我覺得非常的傷心 就是她壓力大到 別難過 就是這個動作 她說你放開我 對 她說你放開我 為什麼 那一次就是你知道 你們都經歷過啊 產後憂鬱 小到小的時候 而且我跟你講我們帶小孩 然後苦到爆炸 然後老公就回來 然後就隨便說 別難過 為什麼就是 殺老公 對 都是你害的啊 對 類似這種感覺 真的 對 所以其實那時候 我就覺得說 其實真的 尤其現代的媽媽 因為支援系統比較少 那個壓力大到甚至會 就是會產後憂鬱之外 甚至那個憂鬱情緒 會持續非常的久 對 然後會做出一些 不理性的行為 一言不好的就生小孩 對 一種紓壓的過程 對 一種紓壓的過程 然後老公就說 不要心情不好 床都床床會等馬 然後就幫她 對 不是 是真的 有時候在待小孩的過程中 真的很多壓力會徹底爆表 哪些爆點 然後我們要該怎麼樣去解決她 我覺得她 我覺得她的爆點面 妳說誰 她 妳說楊小姐 對 楊小姐輸腰 然後放在臉書上面 是誘人要來罵她 很精采 對 很精采 不要再討論 我書上寫很多很精采的 對 其實我爆點就是我的個性極 就亂罵人 沒有亂罵 對 妳自信容易就是 一瞬間秒斷 可是妳對小孩會這樣嗎 也是秒斷啊 所以我可以上一秒還好好講話 但是下一秒馬上就 對 就是這個要改進 可是我沒有辦法 我個性就很極 因為我以前也是當記者的 對 那只要一人一受訪 那個就是妳也知道 講一些廢話 我們馬上就 這個姿勢超級變形的 就是妳都已經 就不賣 就是這樣趕時間 趕新聞這樣 所以我的小孩子 他如果有延遲到我任何的行程 或是我規劃好的事情的話 我就會受不了 有一次我們是要出國 然後我跟我妹妹借了一個 名牌的旅行箱 然後呢就是我們叫的那個 計程車也已經到樓下了 壓力好大 對 然後旅行箱什麼都弄好了 要出門的前一刻 我的那個兒子說 媽媽 我的皮卡丘呢 我說皮卡丘在行李箱裡 然後我就只不過 一個幕府迴轉一下 拿一下那個太陽眼鏡戴起來 我就看到我兒子 已經在那個行李箱前 好激直喔 然後我說妳在幹嘛 他說 我要拿我的皮卡丘 然後我說 我說這個有鎖的 妳會開嗎 然後他就說 我就開 我撥撥看 然後我就 撥原來的那個密碼 果然 就打不開了 因為其實 他可能拉到什麼東西 對 因為那個 因為他那個行李箱 其實你是要撥一撥以後 還要按一個東西 他才會就是reset 但他想必一定是撥來撥去 對 他又按了一個東西這樣 我說 我說妳只有撥嗎 妳沒有亂按嗎 然後他就說 沒有沒有 我就只有撥 那我說 妳一定有按 妳一定有按 他才會reset啊 我真的 秒斷 我真的覺得 當妳的小孩上輩子應該 壓力很 對 有燒了什麼好聲 好聲 飛機會等我嗎 沒有 機場車 機場接送的計程車 會等我們嗎 不會對不對 對 缺硬的飯店也不會等我們 不會 然後妳就可以想像到 如果我今天把這個行李 要拖去那個 拖運的時候 它一兩個超重了 空姐請妳馬上開開來 對 妳開不開 不過妳小孩其實搞不好遺傳妳啊 為什麼 如果我今天坐在這邊 她就說 因為我個性就很急啊 我就是現在 妳遺傳我媽媽 我媽以前是記者 她就是每件事情 就很不耐煩 所以我也是遺傳她 我就很想立刻 就要把我那種皮卡丘拿出來 對 妳講得好好耶 妳看如果我不拿出來的話 車會等我們嗎 飛機會等我嗎 那妳也會等我們嗎 不會啊 我真的一路都沒有皮卡丘 不要皮卡丘 妳是不在呀 對 醫生妳這一段話 我會覺得這樣 不會放到新聞裡 不會 不過這真的是 那個很急 對啦 會真的壓力很大 尤其帶小孩出去玩的時候 還有時間 對 那個真的是 不過這個是比較那個 個性會爆表的媽媽 另外一個媽媽應該會好一點 香海 我也是爆 你也是爆 我上個月帶我小朋友去美國 然後就是 美國你知道那個馬桶 都是電那個紙電對不對 然後衝著就很大聲 都是自動的 然後我們就在回台灣那一天 在美國的後機室 我徹底被那個 因為要上飛機之前 我想說飛機廁所很小 我就帶他去那個親子廁所比較大 然後一進去 那個馬桶不知道怎麼回事 就開始一直 他一坐上去就開始 蛤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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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蛤啦 他就尖叫 對 然後我就安慰他 他說沒關係 他這是馬桶的工作 他這工作就是沖水嘛 然後就自以為用一個方法 然後後來就登機了 登機上去 他坐在位置上去跟我說 媽媽我決定了 美國 然後我就想說 13個小時 你怎麼可能憋尿 對啊 然後我就中間就一直跟他 我還 他要不要上廁所 不要 我都不要尿尿 我到回家前都不要尿尿 很久了 然後一直到大家都睡覺關燈 我想說不行 他萬一睡著 跟我尿出來怎麼辦 然後我就 好說歹說 帶他去廁所 一進廁所 哇 飛機上廁所 很像廁所那個吸的那個 也是很大 對 這樣下去 然後他就說 媽媽這有沖水嗎 我說沒有 這是沒有沖水 這是自己按的 結果一上完他發現要沖水 他就尖叫說 我不要 我不要在那裡 我再來放大頭 就開始跟我尖叫大哭 然後大家都在睡覺 我想說糟糕怎麼辦 大家都被他吵醒了 然後空姐就來敲門了這樣 什麼事情 然後我想說 我怎麼不能叫空姐 空姐進來幫我沖馬桶吧 然後我就這樣 考慮了三秒鐘 我就一刻打開門 然後把他丟給空姐說 請幫我照顧他一下 然後就把門關起來 然後我就沖馬桶 我只是沖馬桶了 就不要沖了啦 算了 然後小孩就在外面 大概以為媽媽被馬桶沖掉了 就是 我出來 他就哭倒 整個虛軟在空姐的滑點 然後乘客影響很大半 我就整個爆炸 然後我跟他說 然後就 只好回去壓力太大 然後 我就回去她喝一杯酒可以喝 對 然後躺下去之後 完全沒辦法睡著 然後是覺得 胃有那種 胃食道逆流的感覺 可是不喝又沒有辦法放鬆 我也是秒斷 不要喝不夠多 妳為什麼 不把小孩帶出來 然後 拜託空姐幫妳沖水 這樣妳只要跟她 一個人道歉就好了 也是沒有腦子啊 不過這種急性子的媽媽 很在意別人眼光的媽媽 這個爆點通常就是像這種 看到別人的眼光 或是小孩子 鳥惹 惹怒妳的話 會有哪些錯誤的問題會發生嗎 其實像 浩如C類的媽媽 通常我們心理學上叫做 對 因為A型人格的人 他們最重要的特色有兩個 一個剛才講就是做事很急很快 對 第二個就是他們非常結果導向 所以他們做事情 一定會講求一個結果 他通常還沒有做之前 就已經是想好 我做這件事情 要得到什麼樣的一個成果 但沒有得到的話 他們就想方設法去把它得到 但是缺點就是 他們經常會 過度重視結果 忽略了過程的美好 過程不需要美好 我們就要套話 把葉的話套出來 寫好詩文 中間都沒有關係 延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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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延伸出來的後果就是說 因為別人不知道 其實你們是 刀子口豆腐心 然後就會跟你計較 那其實 這樣類型的媽媽就會 那像那一種呢 就是太在意別人的眼光 這個也很辛苦 她很辛苦 然後小孩也很辛苦 因為她的 因為這樣類型的媽媽 會在意別人的眼光 就沒有辦法按照自己 原本想好的育兒方法 去教養小孩 對 所以在家裡一套 在外面又一套 然後碰到不同人又一套 所以小孩會被她搞得很迷糊 不過今天不管是哪一種 個性的媽媽 因為個性畢竟不能改嘛 對 那可是基本上 對這些媽媽們來講 其實是造成很大的壓力 因為這種事情 絕對不是只有一個故事 可能是天天都發生 這對身體會有健康的危害 你把自己搞得很急 然後自己身體會處在一種 很不平衡 那這個不平衡就是所謂的 自律神經會失調 你的交感沒有輸交感會不平衡 然後輕者 那常常會氣到自己什麼 可是如果這樣長期以往 我們常說 從自律神經失調 如果你變成自體免疫疾病 就會有一些狀況會發生 那這個狀況 有人在講 脖子什麼 我們在病床上 很多看到很多媽媽 很多女生 明明假狀眼有問題的 已經做過手術在治療了 竟然一樣 哩啪啪一直講話 就是說她沒有從很多行為去改變之後 她的個性 當然我們說個性跟疾病 互為什麼 一個因果 她可能有這個病 讓她很急 她可能因為這個急 讓她的病又發生 所以如果你不能把這些問題 去釐清 去放慢腳步話 你一生當中 就在這個漩渦裡面 你一個人很急 結果旁邊的人會看著 反正你都沒急嘛 你都準備好 就不用擔心嘛 那沒準備好就跟你講 你就自己把自己搞得 像陀螺一樣 越轉 自己就越急越髒 都這樣子 我在門診常泡媽媽 就是她頭髮都紮起來 對 然後後來她就這樣弄給我看 她說你看我鬼禿 鬼禿頭 鬼禿就是禿 然後她說她很擔心 因為她怕頭髮沒得 因為這邊這邊會跑出來 因為可能會有兩個 三個 然後就頭髮越來越少 然後一直把它紮起來 我覺得其實還滿心疼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 謝謝 而來看看 我歡迎 回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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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回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